谦伯依 我们家姐姐是国塞英阶毕业生 今天也刚考上高中 弟弟的话是 现在是要生国二了 三八年级的小朋友 他们两个呢 就是都有使用军医的自我学习经验 第一个孩子他会自动自发 每天军医上面都会给他数学的功能 所以他每天就是 他养成的就是一个要负责任的状况 他每天时间到了 他就赶快要去做题目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 这完全是根据他的状况 然后来给他合适的题目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个人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样很好 第三个是很有效率 就是基本上他做完了 那个答案马上就出来 可以让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会觉得说用电脑 然后来用个人这个特质化的方式 让孩子可以这个有趣的 然后有训练他的自主性 然后呢分级这样子的来学习 其实是一个很影响的一个方式